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乌克兰最新的情况 纽约时报援引基辅政府安全部的主任 罗曼·特卡丘克的说法 基辅很有可能会撤离基辅300万市民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基辅当局正在制定一项 以在发生完全停电的情况下完全撤离300万城市居民的计划 这是由于基辅的供电设施已经全部损坏 俄军的空袭未来很有可能会中断基辅的所有的电力设施 基辅市政府的安全部主任罗曼·特卡丘克 他对纽约时报表示 乌克兰首都可能会失去整个供电系统 计划至少提前12小时警告 故障出于边缘 如果涉及到这一点 我们将开始通知人们 并要求基辅市民撤离基辅 这也是基辅首次证实将撤离300万居民 那基辅的电力设施实际上现在已经处于这种崩溃的边缘 为大家简单看一下现在基辅 夜晚的生活情况 大家可以看街道上几乎就没有街灯 可以看到一到固定时间 停电的时间 基辅全部拉闸限电 可以看到 基辅夜间的生活 到点就停电 到点全部停电 你可以看 这是每天晚上基辅的情况 到固定时间 停电的时间 全部拉闸限电 可以看 全部街区的灯 居民区的灯 全部拉闸 一片漆黑基辅 所以基辅如果撤离300万人 这也是空前的 现在美国方面对待乌克兰的态度 是希望乌克兰和俄罗斯能够和谈 实际上就是基辅现在 他失去电力以后 美国并不希望基辅退出俄乌战争 希望基辅继续能够 在和俄罗斯的这场较量中 能够拖延俄罗斯 这是美国的目的 所以实际上 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抵达基辅和泽连斯基谈的就是一点 要让乌克兰撑下去 那么最好的方法 实际上就是和俄罗斯来和谈 来缓解俄罗斯对乌克兰这种压力 华人的邮报也证实 美国总统拜登 私下已经敦促乌克兰政府领导人 就是泽连斯基 准备与俄罗斯进行谈判 这个谈判并不是真的让乌克兰战争结束 让整个乌克兰恢复和平 而是现在俄罗斯对基辅的打击 特别是对乌克兰电力系统的打击 确实造成了乌克兰 后勤补给 以及战场上不利的情况 那么更多是一种缓兵之际 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拒绝和普京和谈 实际上普京一直在表达什么 我愿意和乌克兰和谈 那么实际上 在国际舆论上 基辅就变成了不愿意和平 不愿意恢复和平的地方 这对美国 特别是美国国内一些选民来说 对美国的国内选情来说也不利 美国现在也不希望基辅变成一个好战的政权 如果能够和谈 能够恢复和平 这个姿态很重要 大家也知道 所以现在看 美国拜登政府也在要求基辅 放下身段和俄罗斯能够谈的话 可以进行这种接触 甚至开始和谈 但是实际上这都是表面现象 美国是绝对不让俄罗斯和乌克兰这场战争结束 美国的战略司令部的司令 就是这位 他的名字叫理查德 他昨天表示 乌克兰战争只是美国的一个热身 一场更大的战争正在逼近 用不了多久 我们就会以 没有经历过的方式 来经历这场战争 他指的很有可能是未来美国会介入到乌克兰战争 而且整个战争的规模会扩大 甚至可能在东北亚地区 在东亚 在中东 在伊朗方向 美国可能也会有行动 他也表示 大的危机正在逼近 在评估美国遏制中国的能力时 他表示中国这艘船正在慢慢的下沉 所以他也坚持中国 这是美国战略司令部的司令 从他的讲话来看 现在美国对待中国 俄罗斯 伊朗 可以看 已经形成了围堵整个欧亚大陆的趋势 而且美国的战略司令部 已经明确要把中国作为 美国的主要的竞争对手 布林肯在柏林也会见了日本的外相 在柏林进行会谈 双方讨论了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性 以及朝鲜继续采取危险和破坏稳定行动 双方也达成共识 同意在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第三任期内 监督中国 布林肯赞扬了日本外相的全球领导力 并对日本担当 2023年七国集团主席国 和联合国安领会成员国表示欢迎 布林肯强调 日本对乌克安强有力的持续支持 以及两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能源安全和供应链安全 一系列问题上深化合作十分重要 日本的一名官员也表示 在新平10月开始的第三次担任执政的中国国家主席 并获得新的领导层之后 日本和美国的外长周五密切关注中国 在德国举行的G7外长会期间 林一正和布林肯也重申在朝鲜无核化方面的密切双边合作 因为人们对平壤一连串的导弹试验担忧日益增加 林一正表示 朝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射 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行动 他谈到了周四的朝鲜的弹道导弹试射 包括一枚导弹降落在韩国的领海附近 布林肯说 朝鲜的一系列挑衅行动只会强化美国对日韩安全的绝对承诺 也加深了三国更加紧密合作 对平壤一再采取措施的决心 布林肯表示据信朝鲜准备进行第七次核实验 这将是2017年9月以来的第一次 这种行为加剧了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担忧 中国在该地区越来越自信 包括在台湾问题上 林一正和布林肯在三分钟的对话中 重申台海合并稳定的重要性 台湾是一个自治的民主岛屿 北京将其视为与大陆统一的分离省份 必要时可通过武力进行统一 日本媒体分析越来越多的人担心 随着习近平加速权力的集中 他可能会在台海课题上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日本的官员说 林一正和布林肯同意 监测中国大陆事态发展 包括新的领导层的阵容 其中包括支持习近平的个人 林一正赞扬美国总统拜登 在其最近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到 美国根据双边安全条约所作出的国防承诺 涵盖距离台湾仅170公里的东海钓鱼岛 中国多次侵入日本的钓鱼岛周边海域 日本外部省称林和布林肯 还重申在日益严峻的安全环境中 需要加强双边联盟的威慑和反应能力 并共同努力支持乌克兰反击 俄罗斯的侵略 针对俄乌战争的布林肯强调 美日和G7同事在德国这里度过愉快的几天 我总是很感谢我们有机会直接一起交谈 并从中受益 在我们面临的几乎所有问题上 我们没有比日本更好的合作伙伴 不仅在该地区 而且在世界各地 首先是日本为乌克兰提供了显著的支持 面对俄罗斯的侵略 协调向俄罗斯施加压力以结束这种侵略 以及我们继续为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支持的工作 这是在德国G7峰会上 布林肯和日本的外相进行了会谈 也围绕着中国 从现在来看 美国正在把中国和俄罗斯捆绑 利用亚洲版北约 中东版北约 还有欧洲的北约 挤压整个欧亚大陆 我现在也获得最新的消息 包括顿涅斯克的媒体也证实 朝鲜第一批援助俄罗斯的物资包括东庄 也就是俄罗斯正式向朝鲜订购了东庄 所以企运的物资里面 包括朝鲜制作的东庄 也就是棉符 未来在乌克兰战场会有大量的俄国士兵 穿着朝鲜制作的东庄 这也是朝鲜向俄罗斯提用的首批军事物资 所以大家看懂没有 整个欧亚大陆 现在包括美国的战略司令部 他的司令的讲话 就是美国实际上把乌克兰战争 只当做一个潜 如果把整个欧亚大陆比作饕餐盛宴的话 也只是美国蚕食欧亚大陆的一个开胃菜 一个潜菜 只是刚刚开始 所以可以看美国的战略并不只是乌克兰 俄罗斯 还包括中国 也包括伊朗 实际上美国战略司令部的司令的说法 和我之前给大家介绍的 包括我的节目一直在强调的 中国人一定要认清楚美国 美国的目的不是要光肢解俄罗斯 最终是要包括中国在那 整个欧亚大陆沉浮于美国 沉浮于昂古萨克逊 日本要为什么要配合 日本 他被美国牢牢的锁死 驻日美军基地 日本也不得不 配合着美国 绑定在美国的战车之上 日本也希望借助 东北亚地区 对吧 亚太地区出现新的动荡 日本能够解套 这日本这么想 日本的军国主义这么想 安倍不是被刺杀了吗 安倍之前的想法呢 就是利用东北亚的危机 给军国主义招魂 趁乱日本恢复自己的独立 日本的想法呢 是利用东北亚地区的动荡 使自己摆脱美国的控制 让自己军事化 那实际上呢 包括台湾南海 钓鱼岛 朝鲜半岛 未来的局势都会升温 所以我说整个的中国周边地区 都会出现动荡 包括2020年的这个中印边界冲突 美国的印太战略 实际上一直在沿着中国的边境进行部署 那么俄乌战争实际上呢 就加速了美国对欧亚大陆这种围堵 美国战略司令部的司令讲得非常清楚 乌克兰战争只是开始 美国下一步对整个欧亚大陆的围堵 会逐渐的升级 而且目标指的就是中国 要跟中国进行地缘政治 博弈进行竞争 一定会打出台湾牌 所以我说看我节目 台湾人自己要清楚你的位置 你现在就是美国手里的一个棋子 美国要点燃整个欧亚大陆 点燃这场战争 点燃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 把你台湾当成一个火种了 那你台湾人自己想清楚 你到底是不是这个炮灰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你当不当这个炮灰 被美国人当成地缘政治工具 这台湾人自己要想清楚你们的未来 中国大陆实际上是希望发展的 因为从现在来看 中国大陆的发展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 而美国最不希望中国大陆超越自己 所以现在从逻辑上说 美国是希望台海发生战争 而中国大陆反而是用武力 武统台湾来维持地区和平 就会看懂了武统 反而能维护地区和平 因为中国如果准备好武统 美国就不敢轻易下决心挑动这个地区的局势紧张 所以中国一定要做好武力统一台湾的准备 其实中国的高层其实看得非常清楚 那在结合着俄罗斯和乌克兰这场战争 乌克兰战争实际上不会结束 而且会长期化 美国现在在乌克兰的问题上有其他打算 乌克兰实际上只是美国在整个围堵欧亚大陆战略中的一环 所以乌克兰现在并不是美国的重心 美国还包括围堵伊朗围堵中国 所以可以看美国的战略是整个欧亚大陆碎片化 把整个欧亚大陆变成美国的殖民地 变成美国资本的殖民地 这才是美国的计划 那么昨天乌克兰的总统办公厅主任 波多利亚克也在媒体上证实 乌克兰可以攻击伊朗目标 为什么呢 因为伊朗也证实伊朗向俄罗斯提供了无人机 伊朗说只提供了少量无人机 而且是开战之前 俄战争爆发之前 但乌克兰方面说 每天能够摧毁10架左右的伊朗无人机 那么这个数量远远超出伊朗 向乌克兰做出的保证 那也说伊朗实际上现在支持俄军攻击乌克兰目标 那么伊朗实际上已经参战了 所以乌克兰可以攻击伊朗目标 那大家可以看 现在整个欧亚大陆已经形成了一个俄乌战争的外溢 就是俄乌战争由乌克兰正在向中东地区蔓延 像伊朗 伊朗地区呢 中东地区可以看 会连接到印太 印度洋 然后进入太平洋 印太地区就把中国围堵 可以看 美国会利用俄乌战争 外溢到中东 然后通过中东 外溢到东北亚地区 所以说 昂格鲁撒克逊呢 他的目标呢 实际上是利用俄乌战争 把乌克兰作为点燃欧亚大陆的一个导火索 所以乌克兰呢 就变成地缘政治的一个工具 乌克兰战争也只是美国唯独整个欧亚大陆的一环 那么在中东呢 还有伊朗 东北亚地区 还有台海 所以我说台湾人要清楚你自己的位置 你台湾现在变成美国的一个地缘政治工具 用你台湾点燃中国大陆 点燃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局势 你台湾就是被美国牺牲掉的一个地缘政治棋子 所以我说台湾自己要考虑自己的未来 被美国当了炮灰 那今天就讲这些 大家知道我是支持欧亚大陆联合 支持欧亚大陆崛起的 那未来的10年的美国呢 会 对欧亚大陆形成这种 地缘政治上围堵 主要是中国 因为中国的GDP要超越美国 那么欧亚大陆 未来整体的GDP会超越 北美 超越昂鲁撒克逊国家 包括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美国 那 昂鲁撒克逊这些国家的GDP和欧亚大陆比起来 它会被边缘化 我觉得咱们这代人非常幸运 这代人能够看到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一场巨变 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因为中国的崛起实际上代表了欧亚大陆势力的崛起 昂鲁撒克逊势力的衰落 那这场冲突 大家未来会在中国的周边看到各种各样的 你可能上一代人这一代人都没有经历过 像瘟疫 病毒 战争 颜色革命 对吧 你在中国周边你其实都能看到 所以我说咱们所有的中国人 我觉得是幸运的 可以看到这一场非常波澜壮阔的地缘政治大戏 我也会持续关注 那么后续有更多的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